千万别惹这个大妈 在超市买东西 老板只是说了她几句坏话 她直接提上煤气罐 划上柴火就把超市炸了 她叫拽姐 刚和家人搬到这个小镇不久 这是她的女儿拽妹 老妈都这样刚 女儿自然也差不了 这天拽妹放学走在路上 几个流氓说着说着就要送她回家 她没多想就上了车 上车后看着小伙的眼神 你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车子越开越远 直接开到了郊区 流氓说 我先增进一下感情 说着说着手就不守规矩 扯了几下拽妹的肩带 拽妹也只是笑了一下 紧接着 这是她的弟弟拽毛 拽毛上学第一天就被校爸收保护费 可拽毛这么拽的人怎么可能低头 于是直接硬钢 结果就被揍了 可这拽毛一点也不难过 因为她已经想好怎么复仇了 拽毛先是用东西收买 拉拢了一大堆小弟 然后摸清校爸的势力范围 准备妥当后 带着刚收的小弟 直接收拾了笑爸 从这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动拽毛一根手指头 当他们三个人回到家 作为一家之主的拽哥问他们 刚搬过来 过得怎么样 但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拽哥又会怎么对待 那些不礼貌的人呢 惹谁都不要惹这个烤肉的男人 一个低情商的邻居 只是说了句烤肉烤得太差 结果就被他摁在烤架上摩擦 我烤了十多年的肉 用得着你教我做事 你不帮忙 白吃白喝就算了 还来调我的茬儿 没过几天 拽哥发现家里自来水变浑浊了 拽哥打电话叫水管工来修 水管工说五分钟就到 可拽哥等了三小时才来 拽哥没说什么 迟到总比没来的好 水管工开始检查问题 东悄悄西悄悄 随后就告诉拽哥说 这些水管都要换掉 你先预付我二十万维修费 我才可以开工 拽哥瞬间明白过来 这个水管工把自己当冤大头的 水变浑浑水管什么事 你就让我全换掉 这分明就是想敲我一笔 最后拽哥也没有多想 拿着棒球棒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当他送到医院 医生问他摔下排阶 也不至于十二处关节骨折呀 拽哥回答 原来在棒球棒打断了以后 拽哥又拿出了锤子 之后拽哥找到了水厂的负责人 拽哥向负责人反应问题 说家里自来水变浑了 可负责人却说 你可以去买桶装水啊 拽哥脸色马上变了 紧接着负责人就变成了这样 拽哥再一次问他 我家自来水变浑了怎么办 负责人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只要关掉自来水厂的涡轮就可以了 早点说不就没事了 随后拽哥来到水塔下 他也是很好狠 不去关开关 直接拿出炸药 按在水塔旁边 定时到晚上 随后 最后自来水就变轻了 话说拽哥一家 为什么这么拽呢 原来拽哥以前就是在道上混的 以前他的地盘 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 都要敬他三分 比如自己小弟从超市偷了东西 旁边的警察正要抓人 车上的拽哥挥了挥手 警察看到后 我生活在法律之中 但法律却无法制裁我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打杀杀 拽哥也早已厌倦 于是他选择了和警方合作 抓捕了一个黑老大 拽哥成功洗白 但糟糕的是 被抓的黑老大 下令所有小弟追杀拽哥一家 拽哥也不得不带着家人 搬到其他城市 警察也派人守在拽哥家周围 保护拽哥的一家 但是不久 黑帮还是找到了拽哥家 但是这些杀手也是很豪横 为了不让警察阻碍他们杀拽哥 就先把警察局给干了 干完警察局再去消防队 这一波操作下来 应该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了 随后他们就兵分几路前往拽哥家 而刚开到拽哥家附近时 拽毛在街上时 一眼就认出来这些杀手 随后拽毛赶紧打电话给家里 但这时 拽哥正在参加社区的一个活动 没在家 拽姐还在他们家对面的便衣警察屋里喝茶 随时的拽妹也发现这帮杀手 拽姐这时回到家楼下 一眼看去就看到杀手埋伏在他家附近 他吓傻了 赶紧退回便衣警察那里 这时拽哥也已经回到家里 但他不知道的是 杀手已经架好了钢炮 随后 但更糟糕的是 拽姐这边也被杀手发现了 两个便衣警察想掩护拽姐离开 却被堵在门口的杀手干掉 杀手慢慢逼近拽姐 因为拽姐和杀手是老相识 于是聊了几句 正当杀手要下手的时候 拽哥从后面勒住了杀手 此时外面的拽毛拽妹 正在和其他杀手急斩 拽妹和杀手这时都没了子弹 拽妹只能拼命的跑 跑着跑着 杀手为一辆车撞飞 拽妹脱离危险 拽哥这边也干掉了最后一个杀手 拽哥一家安然无恙 这部电影看上去有一半是喜剧 但其实更多的源于生活中的素材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 如果不用暴力就可以制裁闲言碎语 如果可以不用暴力就可以解决校园霸凌 如果可以不用暴力就可以解决买卖乱象 那我想谁也不会去用暴力解决问题 好了 我是齐猫 关注我 带你看遍 好电影